今天要做烏魚料理 對 但是我一般來講 大家都是用這個麻油在煎烏魚 那我今天就介紹就是用這個苦茶油 烏魚傳統我們在煎的時候 盡量就是不要再沾粉了 讓魚的肉質才會香 因為傳統像烏魚它取完軟之後 它的肉質就是說 可能會有一些味道會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一定要先煎的動作 不然傳統都是用麻油煮湯給大家吃 所以你吃不太出來 但是我們用燒的這個做法 就是一定要把肉質先把它煎香 龍宿把烏魚切得非常非常大塊 那也加上苦茶油把整個餡甜味給封住 那個烏魚非常非常甜 不管是它的那個 我們講說它的蒜苗 它的白菜好甜 而且跟那個苦茶油怎麼那麼搭 我覺得苦茶油它的溫潤的厚實口感 不輸麻油 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冬天吃這一口 不只是嘴巴暖了 其實心整個也暖了起來 非常棒的料理